被算命半仙铁口直断会成为流传千古的荡妇 潘金莲会名流侵蚀还是摆脱宿命 当金莲成熟时由风细乐工作室 携手台北势力国乐团 打造颠覆传统的潘金莲音乐剧 编剧吴正汉 他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个切入 所以他其实是在书写的是金莲去探讨 他从被算命先生预测 预告说你会是一个荡妇 但是他希望可以摆脱这样子的一个宿命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去 怎么样去摸索跟探索自己的性 对性的这种很本能的一种渴望 那以及在他所处的这个礼教规范里头 对性的这种荡妇的一种指责污名化 那在这里头的一种挣扎 跟他的自主跟自觉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剧中音乐由作曲家王希文量身打造 以流畅的音乐歌舞与场景变换营造气氛 诠释人性的欲望与情感 充满娱乐性又令人玩味 因为这个戏从文本到台词 就已经不是一个很写实的古装剧 它反而像是有点根据这个设定的一个 一个架空的一个魔幻的时空这样子 所以音乐的书写反而都跟着角色或者是情绪 比如说这场戏的情绪是冲动 是决心 这场是挑逗 是魅惑 这场是愉悦 兴奋感 我去往这个情绪 甚至说情感的一些本能去书写 摆脱国乐的刻板印象 台北市立国乐团以多样形式的跨界 展现国乐丰富的深赏与包容性 激荡出异想不到的火花 国乐团比起交响乐团 我们是以包容性是更强的 我们很常做很多样形式的跨界 所以虽然说 虽然说我们是第一次跟风系乐合作 然后我们的音乐内容 几乎可以说是西文创作的东西 是所有都看不出是国乐的影子 可是我可以很有信心的保证 这个东西拿过来给国乐团演 它一定是会色彩又斑斓 而且可以激荡出很多很新鲜的 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当今年成熟时 将于1月29号到31号一连三天 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四场 好戏上场高潮不断 而今年走向跨界的台北市立国乐团 今年还特别出版国乐森友会动画DVD 以活泼斗趣的方式 带领学童认识国乐 别出心裁的创意 令人耳目一新 也富含教育意义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传播乐剧